怕被人騙,雍程軒買家報警 搶呀搶,以為好順呢? 上星期一每個都去買成功的雍程軒酒店單位 360個連租約的房間兩天內賣光 大部分簽了臨時買賣合約的買家 最快今天和明天簽證式買賣合約 當大家以為撿到順利 但有幾個買家還人家罪,我獨省 昨天就到葵聰警署報案求助,何解呢? 我們想詳實延遲這個交易期 因為我們26號要簽約 但我們還未清楚裏面的條款和酒店的營運細則 想搞清楚我們才簽一個合約 他們說上星期一收到A帳通知,說有用程簽賣 不用給BSD,轉賣又不用交稅,租給自己和其他人都行 於是他們三個人,各自買過660呎單位 給了20萬訂 簽了臨時買賣合約,當時都未看得扭住 要付錢才看得 怎知政府不斷警告買家要小心 他們開始咬青了 看看買賣文件先發現份簽完 至給他們的買家注意事項 寫明不可以做私人住宅 要向發展商簽份酒店營運合同 裝修都要問過酒店營運人 事業主想換營運人嗎?難咯! 條款寫明,除非是營運人犯錯 否則業主要拿到15%業權人的意義才行 連一般律師都怕有風險 不肯幫小業主做樓契 搶食介紹家律師行給他們 就要他們簽份免責聲明 說明知道買入物業可能違反地契 還有可能2018年做不到酒店牌 我們都很希望政府可以協助我們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大地產商 我們都很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到一個協助 還說當初想著成哥這麼有錢不騙人 說如果知道責任要自己嗎?一定不會買 他今天會由特首辦到投助 搶食日回覆說交別一切順利 沒有收到買家特別的查詢 他就說如果有足夠理據 證明銷售過程有五度 失實陳述,買家是有權踢契的 前程未預約,消息說 有不少未簽約的買家 都想盡快脫身,蝕住來說 有個中程單位350萬買入 曾經加摩出 業主還給新商會印花稅 律師費及佣金就是招呼周到 預計虧20萬啦